我們喜歡美術 唱片封面包括了很多 Graphic Design 或者那個年代最潮流 最流行的一些設計的概念 或者外國的Band 我們覺得那些很有型的 所以就有很深的記憶 但這些東西跟我們後來創作的畫 好像不相關 因為去設計或者是明星 歌歌星封面 直到我這個系列 我就想到一個點去將它構成在一起 因為我自己本身畫公筆畫 其實我畫了很多年之後 其實都每次做展覽 我都需要去想一些新的題材 但又要保留我那些公筆的方法 所以我最近幾年就去看那些 傳統中國的瓷器 青花瓷、彩瓷 它裡面有一些很特別的元素 所以我就想到一個 好像中西或者古今合璧的東西 將古的東西加一些現代的東西 然後就進去 這個唱片的系列就是這樣變出來的 他以往做很多作品 就是有幾個系列的主題 有一個不知叫旺角圖書館 畫一些動漫的人物 女生在那裡讀書 那些書都是他覺得很特別的 類似這樣的東西 但是我們經常會跟他說 他有時選擇那些太過編了 以我的畫風或者畫畫習慣 基本上都很難去跟別人合作的 但是為什麼這次特意做一件這樣的事呢 就是好像剛才說了 我做了這麼多年展覽 聯展、雙人、雙人、什麼都好 其實大家都是自己混在自己的畫室 那我覺得 都 重複做了這麼多年之後 是不是可以試做一些意想不到的東西呢 那因為 好像我剛才說了 他自己本身 他自己有很獨特的畫風 技術等等 那我就其實 經常想 怎麼可以撞進去 令到他的畫有一點 畫面或者 或者用到他的風格 但是不是他現在你見到他的東西 我們合作的時候 都不會擔心 大家不會 即是合不來 或者畫風 因為其實我們 都真的20年的時候 我們建立了一定的默契 雖然知道大家的媒介 一個中國畫、一個西方繪畫的媒介 藍而不辭 但是我們看的東西 想的方法 其實都很多共鳴地方 對這個世界 或者對畫 某些的看法 都會近似的 你覺得做不做到 真的運一些畫來溝通 或者交流 都有點像 好像情信那樣 你又給他 他又給你 你又給他 他又給你 其實真的像球賽 即是你突然間 斜線抽擊 我要摸下來才可以救到球 即是有些 有些奇招殺過來之後 要想想怎樣拆解 譬如有一個 叫做 有隻貓 狗像Apps那個 你弄了貓狗出來 究竟在背景要填些什麼呢 又不影響他的貓狗 所以我就將它變成像 screen 很神奇 變成虛擬世界 虛擬 是一個照片 明明是畫 但是變成了照片 這個就是我的接招 接招得很辛苦 我想幾個提招 最後敲定是這個 擋一擋去 謝妍安 你經常看日本漫畫 你感覺到情信的感覺嗎 還是一個什麼關係 交換日記 其實都學她所說 就是互相過招 因為剛才所說 貓狗的章是最後一章的合作 之前三章 大家都是 因為初合作 都是大家以禮相待 都是畫在旁邊 留空間 中間的空間 給對方去填充 這章我特意把貓狗 畫在一個比較重要的構圖位置 看它怎樣接招 這次為什麼畫一些 我認識的人 以前看你畫的 是我不是很認識的人 或者一些 委員會的作品去畫一些人 那這次為什麼畫這些題材呢 如果說畫法 或者建構畫面方法 跟以前沒有分別 只不過就正如所說 之前我畫的題材 可能我太亂想 把我太多想法 塞在一個畫面那裡 可能石先生 或者觀眾也有意見說 咦? 不像你說什麼 所以這次 這次的新系列想 轉一轉 就是畫一些 大家都熟悉的公眾人物 例如哥哥 然後 裡面的畫法 也是用回我畫型的方法 就是 跟現在大家常見 可能說 在那個iPad上 墊張照片 在上面瞄 方法不同 是會畫到 比真人的尺寸 是再大一點的 真人的比例大一點的 而裡面除了輪廓 比例之外 也有個人的氣質 我都會很強調地 想放出來 會把不同的浪漫化 都很貪心 都在一起 但是起碼第一步就是 個人你認識的 觀眾會有興趣 因為你是哥哥的迷 林一年的粉絲 你就會去 肯走前一步 去了解我的畫 做什麼 一直這麼多年 都會覺得 看不習慣的東西 但這次反而 通過合作的話 他又會教授 例如一個 很明顯 兩邊的展覽 兩間房子的截圖 世家圖寫得很長 很長 一篇文 我又覺得 不用那麼長氣 看畫面就明白 所以我這邊 就可能選擇一張截 給一些提示的觀眾就算了 但是合作畫方面 他又會教我 在某些位置 你不說到白一點 有時真的難些 跟觀眾溝通的 例如說 那邊有一張 幫緊你那張 其實我畫完 在中間 他再發幅筆 會幫我 加上地板 加上鋪筍 令到打坐的感覺 會強一點 這些其實都是 通過這次合作 其實我反而是 這麼多年來 我覺得看不習慣的 原來都是 需要去認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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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